引保监会发布了16条金融举措 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和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 前期出台政策 我刚才介绍的这样一些政策 它的作用的空间和作用的效果大为改善 今年我们还会实施这样的一个机制 总体看人民币的汇率还会在 现在 我知道它是温暖 所以它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准备 为了更好的服务与债前头 中国外费交易中心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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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国外费交易中心和